江熟席你觉得董先生的年龄好不好啊 好啊 中央也支持他吗 当然啊 那为什么这么早就提出呢 是不是没有别的人选啊 现在我们今天没有什么时间在给你们打 董先生那么 董先生那么 欧盟呢最近发表了一个报告说呢 北京会透过一些渠道去影响干预香港的法治 你对这个看法有什么回应呢 没听到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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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听到这些 没听到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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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容身有的人,你再帮他随便,你也有责任。 现在那么早了,你们就是说支持董先生呢? 会不会给你的警觉就是内定呢?是硬点的,董先生呢? 没有任何的意思,还是按照香港的,按照基本法,按照选举的法去产生。 你刚才要问我啊,我可以回那边去,你可有风光,你也不高兴,你怎么办? 我讲的意思不是,我是牵点啊,帮下人。 你问我不支持不支持,我说支持,我就明确给你告诉你。 你们啊,我感觉你们新闻节还要学习一个,你们非常熟悉西方这套的魅力。 你们毕竟还too young,明白这意思吧? 我告诉你们,我是神经百战了,见得多了。 西方的哪个国家我没去过? 美企他们,你们也知道,美国的华莱斯,那比你们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我给他谈笑风生。 所以说美企啊,那还是要提高自己的自受罪名。 我给你们着急啊,真的。 你们进入,我以为偏定,你们有一个好。 全世界跑到什么地方你们,比其他的西方机吧? 跑得还好。 但是呢,问来问去的问题啊,too simple。 我。 sometimes like if,懂了没有? 那这样就行李轩。 但是能不能说一下,为什么这事呢? 我很抱歉,我今天是作为一个长者,给你们讲解。 我不是新闻工作者,但是我见得太多了。 我,我有这个必要好,告诉你们一遍,人生的经验。 但是能不能说一下,为什么这事呢? 好了好了好了。 好,时间到了。 我刚才我很想啊,就我每次碰到你们,我就叫做。 总会一句话叫,闷声大发财。 我就什么话叫,就是最好的。 但是我想,我见到你们这样热情啊,一句话不说也不好。 所以你刚才你一定要,在宣传上将来路过你们报道上有偏差你们要负责。 我没有说要亲定,没有任何这个意思。 但是你问,你一定要别的要问我。 你董先生支持不支持。 我们不支持他,他现在当特首,我们怎么能不支持他说。 那就是我说李轩的。 李轩的要按照香港的法律啊,对不对? 要按照香港的法律,当然我们的决定权也是很重要的。 香港特别形成就是属于中国人民共和的中央人民政府。 啊? 到那时候我们会表态的。 但是呢? 明白这个意思啊? 你们啊,不要想喜欢那个大新闻。 说现在已经清丁了,再把我批判一番。 但是呢? 不是,但是呢? 你们啊,naive! 但是呢? 我给你讲,你们这样子啊,都不行啊。 好好好。 我今天说,但对了你们一下。 我是这个人。 那么多小的员一什么人,我就要没有想。 了。 但是呢?